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率领内阁成员到立院备巡 连日来引爆台北市跟基隆市交火的 基隆捷运议题 成为国会殿堂上的讨论焦点 那么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怒批 说这是骗局 还说轻轨改成中运量的提案 是在交通部开会才突然冒出来的 那么交通部长王国才反批 柯文哲有健忘症 说如果忘记了 赶紧回去翻一下会议记录 那么基隆在地的民进党立委蔡世印 也催促要依照时程 在年底前举办说明会 来公布基隆捷运的路线 不过那么王国才他坦诚说 新北市基隆市都已经完成沟通了 但台北市还有意见 这恐怕需要多一点时间 五堵一北到八堵 一直到这个南海区都是基隆的范围 基隆捷运争议不断 台北市长柯文哲 前一天痛批基隆八堵段没下文 更不满轻轨便捷运 被形容是北北基的共识 交通部长王国才忍不住批评 柯文哲是不是有健忘症 如果他忘记的话 赶快换一下去年的共识的记录 话题烧进立法院 基隆在地立委蔡适应 催促交通部公布最终的路线版本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三个市的幕僚 就还有他们的副市长 初步这个方案都OK 科市长还没OK 所以我们现在在最后再 谈了三十年的基隆捷运 就希望快点有实质进展 而交通议题不止烧北部 南部立委也很关切 高铁延伸屏东案 立委呼吁屏东市屏东线要与路均粘 更要一次到位 苏贞昌表示 已经指示交通部早日处理 身为总统民选后 最常任期的行政院长 背负的期望恐怕只会越来越大 这个很希望将来历史上面 你会有一个贞昌之志 华市新闻张志勤黄昭胜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